理工大學校園中,我們找到接近4000枚汽油彈 之前在中大,我們也找到接近4000枚 再加上在其他院校,是接近過萬支 如果我們警察和他們拿著過萬支汽油彈的暴徒硬碰的話 對社會的傷害是難以估計的 但是為了顧及在現場留守的一些示威者或暴徒 他們的人生安全和健康,我們都一直希望用和平的方式 用一個靈活和彈性的兩大原則來處理,去解決這個問題 也對於一些未成年和有需要醫療協助的人士 是安排了一些特別的安排措施 沒有一個即時的拘捕,是登記了他們的資料 作為日後追究的安排 到了這個星期,我們更加協調了不同的社會人士 不同的持份者,去入校園 進行一些遊說和勸說 我們警方也都在於李大裏面有危險品,去作出一個跟進 安排了我們一個安全的小組 通過過去兩天,進入學校裏面去清除一些移除公共安全的威脅 我們很希望李大這個事件,可以作為連續六個月暴亂的一個轉捏點 讓我們的香港社會可以回歸和平和理性 他們在封面的面對比賽 入學當年 master